网络配图,据介绍,实施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,是健康扶贫工作的重要手段,是推进一改红利汇集群众,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重要举措,各地要严格落实自定两家强政策,按照明治禁止的原则。 以合适合者的胃癌,食早癌和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等九种大病患者,在2018年实现全部救治,心存肺癌,乳腺癌,风静癌,儿童肿瘤和肠肺等五个大病集中救治病种,要覆盖所有减脏力产贫困人口。 对新八线的大病患者,要及时安排救治,在合适合者的农村贫困人口中,2018年实现全部救治的九种疾病包括,儿童先天性心脏房间隔缺损,儿童先天性心脏事件隔缺损,儿童即性淋发细胞白血病,儿童即性早有力细胞白血病,食管癌,胃癌,结肠癌,脂肠癌,中末期肾病,新增,肺癌, 乳腺癌,肤肺癌,儿童肿瘤和肠肺等五个大病集中救治病种,神早祖坚,刘畅,值班总编,周祖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帮我们贴近于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